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潮剧教 狮子吼 这是功夫这个影片里 周星驰功夫这个影片里 我们看到包祖婆的 包祖婆呢 我在涛个肯电影当中 把这个功夫砍得比他远偏都长了 很多人不接受 很多人不接受 尽管他都看不了功夫这个影片 他们都不接受 但这个影片是在我眼睛里 我一直认为周星驰应该是有来头 他应该是 他可以把一些 真正修行当中 修炼当中的 以前真实的内涵 一点都相当接近真实的一面 去透过这种嘲讽的 非常诙谐的不可能的手法表达出来 抨击着整个对中共生命的认识 对普通中国人的处境 对这个在这个民间有高人的这种背景之下 等待着时间 等待着时辰的到来的 皆是淋漓尽致的 我以为绝大多数人看不懂 那这是在 应该是在27号这天 27号我们知道元朗 到元朗去买这个 叫什么 到元朗去买老婆饼 28万吧 那主持人呢 这个 钟建平已经被抓 到现在没被保释 所以这是当时出现的一个场面 我看过几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他配了这个 下面的文字 所以很多朋友能够看得懂 但他拍的效果角度呢 稍微差了一点 另外一个视频没有拍 没有配这个字幕 但是呢 图像面积又太小 那个视频角度好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大家看懂为重要了 这是一段叫元朗阿婆单挑黑景 就是直接骂他们了 直接骂那些警察 是元朗的这个宝祖婆 那其实是真正正义的 因为他是中年人来的 骂得非常的气壮 非常的直截了当 其实是相当感人的 被他骂的是警察 是一排警察 你们喪尽天良 和黑社会勾结 打那个市民 全世界都看到 你们走走 拿纳税人的钱对付香港人 那晚昨晚十几岁的学生仔 你打得下吗 你没做过年轻啊 脱补安装啊 扶街 那扶街 喪尽天良 你们扶街 去啊 去杀那些啊 我站在他前面 你开枪啊 那天在元朗地铁站 多黑暗啊 全世界都看到啊 黑警 有几黑社会 那些喪尽天良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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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喪尽无缺穿天的黑衣裁力 全部我都看着肥 来啊 开枪 我第一个站在这儿被你杀 我在香港张担 我是原居民 我这都是原居民 但我不是他们的原居民 不好意思啊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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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 Case 放手 放手 鞋家姐妹 里面 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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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靠边 腾盡弄到大家 快来 进 低了 猪尽头 大家刚才看到轰人的那是 那是其他的警察了 这些应该是素龙小队了 他们讲的素龙小队了 应该讲相当感人的 应该讲相当感人的 有另外一段视频 他用的是英文来的 我看旁边是有人翻译的 可能大家看 但是那个视频呢 因为它的角度的问题 大家看起来画面小一些 但是会给你一个感觉的 去香港几年 你问你什么情况 你为什么要 去香港 去杀掉他们啊 你要做过年轻啊 他又是什么 他又在香港啊 從來整個月的經驗就是一個使命的指揮者 拆毀了循環 娛樂幾天賊的指揮 就是變成了 首先 殺他 你喪盡一點 你這幫年輕手無尊敬 你喪盡一點 跟黑社會勾結 打那批市民 全世界都看到 你走夠 拿納稅人的請對付香港人 那批十多歲的年輕人 你打得下 你沒有做過年輕人 除暴安良 混蛋 你什麼混蛋 喪盡天 你什麼混蛋 去啊 去殺那些啊 我站在他前面 你開槍啊 你什麼死混蛋 喪盡天 他們手無全天 你黑暗啊 那天元朗地鐵站 你黑暗啊 全世界都看到啊 黑人 你黑暗啊 你黑暗啊 你們喪盡天 有個狗狗 誰發著喪盡天啊 你對國外手無尊 穿天 有核心裁 全部沒有核心裁 來啊 我槍了 我站在那邊被你殺 我香港長大 我原居 其實大家透過這種片子 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這件事情 透過一個多月 已經完全滲透到整個香港 整個社會 那香港警察 基本就是 按照他的話 老人的話 就是走狗來的 那走狗是誰的走狗 是共產黨走狗 因為他現在的做法 基本就是聽命於中共的 而不是聽命於 所謂的香港政府的 他現在概念 已經不是那樣 你看一看 這個港澳辦的發言 你就知道 港澳辦三點聲明 其中第二條 就強烈支持香港警察 這麼做 而他香港警察拿的 卻是香港人納稅的錢 那我們剛才跟大家分享 是明天 就是一會兒了 幾個小時之後 那真正的是 8月5號 全民大 全體港民大罷工 港鐵巴士車長響應 和七個區的同時聚會 8月5號全民大罷工 8月5號全民大罷工 同時在沙田屯門 黃大仙大埔 望角金鐘 同時進行聚會 這是我們看到 7月29號 這是剛才上午的說 香港人香港人 香港人抗爭日程 7月30號 港鐵部合作運動 加上大罷工 7點半開始 製造全港大塞車 這是一會兒了 7點半了 8月2號公務員集會 在渣達花園 在渣達花園 公務員這些人就是 林鄭月娥的下屬 她的直接被她領導的人 8月3號 旺角大遊行 8月4號 江軍澳 港島西大遊行 兩個地方 8月5號 全港三大罷 她沒說三大罷工 應該是八五 對不起 8月5號了 她一會兒我們會看 大概港鐵罷是還有哪兒 大概還有公務員 要製造大塞車 七區大機會 8月10號大普大遊行 所以根本就 她根本沒有後退的 8月11號 港島東大遊行 8月17號 光复紅土大遊行 8月18號 8月18號 都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們就先跟大家說 8月5號 這就是 這真的是 我說實話 8月18號 不知道會怎麼樣 全民大罷工 她叫三罷 第一階段是向全體港鐵和罷市 發出信 呼籲他們 然後 並 然後向工會發出 發出這個邀請 我沒想她 三大罷 三罷應該如果說全的話 如果沒理解錯的話 叫罷工罷市罷客 那罷工罷市罷客 三罷 這是8月5號 罷客就肯定現在應該學校很多都不上課了 罷市 那現在是罷工 醫護界已經響應大罷工了 出不夠想8月3號 星期六 率先醫護專職打遊行 等著政府回應 需要的話 不排除升級 抗爭的要求就是病人的隐私 警察的爛報 警察到醫院去抓人 警察阻止消防跟救護人員進場 救護 21號就這麼幹 14號 在沙田他們也這麼幹 七區集會 有一個文宣組說 向部分泛民議員提出 希望民陣可以代理申請 那現在申請與否 現在的情況就不知道 所以他們都是在商量了 但是提出的訴求 基本上是整個訴求 我們剛才看到 港鐵的罷工的概念 也是這個說法 他們都寄希望於 8月5號 下禮拜一 癱瘓整個香港 職工蒙總 這應該類似工會了 目前的政治情況下 透過罷工表達訴求 是市民們應有的政治權利 如果有人發起罷工 無論任何企業公務員 各行各業都應該尊重他們 職工盟友 職工盟日內會跟 所隸屬的工會進行商討 有關大罷工事情 在民間如何配合 民間的大罷工 民陣泛民等相互聯繫在一起 所以這是一個全民抗爭 應該講就叫全民抗爭了 走到這一步 所以在我個人來講 如果大家看到這一步的話 你再反過來看一看 港澳辦今天所發表的聲明 應該是今天 昨天 有個時差的問題 29號發表的聲明的說法 是非常愚蠢的 他不但愚蠢 而且表現出 習近平無忌可施 他無忌可施 而且反映出 中共上層跟香港政府的上層 扭著麻花的那種裂變 它是分隔裂變 香港眾志發表聲明 香港人要戰勝血腥政權 全民啟動 打擊專制政府 所以仰仗了經濟利益的支柱 不讓維穩社會如常運行 這裡用的維穩的概念 我以為是跟中共政權的維穩政權 類似了 港人要迎向民主 不止於街頭的火線抗帽 而更依賴於社會各個階層 發動良知 將非暴力運動全面升級 政權不退讓 9月份不復刻 這是呼籲學生了 參考7月26號機場靜坐的模式 8月1號在沙田新城市廣場 沙田火車站 這是7月14號爆發衝突 7月14號香港警察 圍報普通抗議者的場所 就是新城市廣場跟沙田的火車站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一個最新的概念 香港人沒有任何推切 而且香港我們可以看到 元朗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包租婆 以那樣的氣概去面對香港警察 你可以看到 在視頻裡看到香港警察的那一份尷尬 叫shame on it 就英文這是相當 就是 我就按我們說的 混蛋王八蛋是 都不是 那是喪金良知的人 所以你想像不出 在我個人來講 你可以 可以感受到 港澳辦的聲明顯得是那樣的遙遠 就是 面對香港的現狀 它顯得那樣的蒼白 至地有剩的蒼白 遙遠和完全無力感 完全虛弱到了一個 它的骨髓裡的感覺 非常感謝